中文播放 教杰今天呢我们的课说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起源 那么其实在中文播客上啊 就有好多学习中文的 然后中文也学得特别好的日本朋友 那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有一种大国思想 可能觉得自己是很多东亚 或者亚洲很多地方人种的这个起源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对 是有很多误区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对话呢 我觉得也是反映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 那么从比较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说到人种的起源 我们可以从什么方面来判断呢 主要是从两大方面 一种是体质特征 就是你的生理外貌的特征啊 还有基因这些 对 一种就是语言 语言 说到这种语系什么的 那还有通过历史我们也可以来判断吧 但是日本的前期历史记载是非常少的 对 这就说到因为历史也是人记载的 而且呢很多历史的记载都是非常主观的 所以也并不能成为最好的 比较客观的一个衡量人起源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几个方面呢 在今天的对话里都会提到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一下 中国人啊 这两个人是怎么讨论日本人的起源 说实话 日本的电子产品还真不错 哎 有什么了不起 小日本的智慧还不是来自我们中国人 这话怎么说 我是说 我们中国人是日本人的老祖宗 什么什么呀 乱讲 你没听说过徐福东渡吗 就是秦始皇让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 去找长生不老药 后来他们就定居日本了 徐福他们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别胡说八道了 那只是传说 我可没瞎说 徐福东渡的事情史记上都有记载 徐福东渡以前日本就有居民了 哦 那咱不说这个传说 日本都有教授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云南人 他们专门去考察了好几次 后来还有电视台去拍过电视 就叫日本的起源 日本人的起源有很多说法 但没一个证据充足的 根据基因分析 现代日本人主要有蒙古人种的基因 也有亚洲南部海岛人种的基因 还有 大小姐 基因分析都搬出来了 反正日本人的祖先应该是来自各地的移民 有一部分移民来自中国 他们也有本土的原住民 那日语呢 日语里有多少汉字 什么凭假名 骗假名的 都是模仿汉字的 日语的书写系统来自汉语 但是语法和发音和汉语很不一样 根本就属于不同的语系 哎 我是个粗人 说不过你 不过日本还有报纸报道 中国和日本同种同宗呢 同种同宗是有可能的 东亚人本来就有很多相同的特征 但也说明不了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呀 算了 不跟你争了 你到底想买什么牌子的相机 那日本真的是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东西 电子产品就是其中一样 对 那很多中国的朋友也觉得 电子产品最好的还是要买日本货 对 可是呢 又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心理 就是有些人会就比较蔑视 比较鄙视的叫日本朋友小日本 就像对话里的那个男生啊 我觉得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是蔑视或者歧视 他就是觉得我们中国很大 日本比较小 就说到中国这种大国心态 对 然后这个词呢 虽然是有一些歧视的意味在啊 而且生活当中真的也会有一些中国人这样说 但是这并不代表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 对吧 对 我个人就觉得这样的叫法非常不好 我也觉得 好 我们接着真的要看到日本人的起源了啊 就是说到徐福东渡的故事 其实说到日本人的起源呢 大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 有非常多的版本 然后呢也存在着许多争议 对吧 对 那么徐福东渡呢 是许多版本中的其中一个 但是他因为在史记 就是司马迁的这本书上面有记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还是比较可信的 对吧 那徐福是个什么人呢 徐福呢 据说是秦始皇的医官 就是为秦始皇治病的 对 东渡的意思就是 东渡呢就是他乘船去东面 这个渡就是说坐着船到一个地方 对吧 其实他东渡到了东边的哪里 我们也不是很确切 反正 但是大家觉得他好像是到了日本 而且呢他还带着一批人啊 带了三千同男同女 就是年纪比较小的 或者这个少年的男孩女孩 那他们是去干嘛呢 去找长生不老药 给秦始皇给皇帝找这种药啊 对 那其实长生不老这个概念啊 是中国古代的时候特别盛行的 好像道教有什么炼丹啊 对 然后很多的皇帝也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长生不老啊 长生不老就是说他一直活下去不会老 所以他比长寿更厉害 长寿就是说你活的时间很长 对 长生不老呢就是不会死 这有点恐怖啊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在二十岁找到了长生不老药 你永远停留在二十岁 对 对吧 永保青春啊 那这群人呢 那这群人呢据说没有找到药 然后就很怕回来受惩罚啊 对 那干脆就住在那里了 对吧 对对 这个当然也是可能是传说可能是现实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前面说到史记这么一本书上面是有记载的 对 史记呢他记载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那史记呢是西汉的时候也就是公元两百多年以前这个年代对吧 对 一个叫司马迁的史官写的 嗯 那他里面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记录啊 对 他记载了中国大概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所以它是一本巨著 嗯 那么刚刚用到一个动词啊叫做记载 嗯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Yeah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ree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记载呢就是把东西写下来 但是这个记载呢我们要记载的是一些很重大的事情 嗯如果我自己写的日记啊这个就是说记录了一些事情 嗯就说记日记写日记就可以了 嗯但是国家大事或者一些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通常就用记载这个动词啊 嗯它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对吧 嗯那今天课程的开头呢我们说了呃可以从人的这个生理特征来分析人的起源 对 那对话里面他们好像还说到了基因对吧 嗯说到日本人主要有蒙古人种的基因 也有亚洲南部海岛人种的基因 哦就是东南亚 对就是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地方我们叫它海岛 哦所以东亚和东南亚的基因都有啊 嗯对 但是很多中国人就觉得日本人应该和中国人是同种同宗的啊 嗯当然包括一部分中国人还有朝鲜人 嗯那当然语言也说到了语系也是衡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对 那么在日语里面呢除了有这个汉字 嗯还有一些是代表他们这个读音的对吧叫 平甲名片甲名 平甲名就是日文说的ひらがな 然后对 片甲名就是かたがな 嗯对吗 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当然要提提语系的概念了 嗯 语系我们一听就知道是语言的系统 嗯那怎么样才算一个语系的语言呢 就是说它的发音和语法规则都很类似 很差不多 嗯那日语和中文它不属于一个语系啊 对它们不属于一个语系 那么不是专业研究语言学的人可能会觉得它很明显是一个语系 因为你看书写还有一些语法都是比较相近的啊 哦它的书写系统是来自汉语的所以很相近 但是它的发音和语法跟汉语有很大的不一样 哦那么日语属于什么语系呢 哦日语呢属于阿尔泰语系 中文呢 中文属于汉藏语系 哦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我曾经有过的误区 今天解除了 那对话里面的人跟我一样啊 说哎呀这个语系方面搞不懂啊 所以我是一个粗人 是一个粗人 粗人呢就是 其实它也是一个自谦的词 就是自己比较谦虚的说法 说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 嗯嗯 做事不精细 通常就是说知识和修养不是太好 这个叫粗人 嗯那如果你很有知识很有修养 这个不是戏人哦 嗯 不能用粗戏来说啊 哎前面我们也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同种同宗 嗯 同种同宗 嗯 我们先说同种 同种呢就是相同的人种 比如说黄种人白种人 嗯 这样的人种 种族对吧 对 那么宗是不是祖宗啊 家族的概念 对对对 宗就是祖宗 嗯 那同种同宗合在一起说的是 其实它说的就是相同的祖宗 哦 相同的祖先是吧 那我们通常会用现代地理知识啊 用这个世界版图 看在一个区域 一个大区的人 就算同种同宗 比如东亚这边 是吧 对我们觉得中日韩是比较同种同宗的 然后看西方的话 东欧那边 西欧南欧这些都属于同种同宗 嗯 对 但是看到今天我们的课文里面 比较专业比较科学的分析呢 才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啊 不如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说实话 日本的电子产品还真不错 哎 有什么了不起 小日本的智慧还不是来自我们中国人 这话怎么说 我是说 我们中国人是日本人的老祖宗 什么什么呀 乱讲 你没听说过徐福东渡吗 就是秦始皇让徐福带着三千同男同女去找长生不老药 后来他们就定居日本了 徐福他们就是日本人的祖先 别胡说八道了 那只是传说 我可没瞎说 徐福东渡的事情史记上都有记载 徐福东渡以前日本就有居民了 哦 那咱不说这个传说 日本都有教授说 日本人的祖先是云南人 他们专门去考察了好几次 后来还有电视台去拍过电视 就叫日本的起源 日本人的起源有很多说法 但没一个证据充足的 根据基因分析 现代日本人主要有蒙古人种的基因 也有亚洲南部海岛人种的基因 还有 哎呀 大小姐 基因分析都搬出来了 反正日本人的祖先应该是来自各地的移民 有一部分移民来自中国 他们也有本土的原住民 那日语呢 日语里有多少汉字 什么评假名 骗假名的 都是模仿汉字的 日语的书写系统来自汉语 但是语法和发音和汉语很不一样 根本就属于不同的语系 哎 我是个粗人 说不过你 不过日本还有报纸报道 中国和日本同种同宗呢 同种同宗是有可能的 东亚人本来就有很多相同的特征 但也说明不了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呀 算了 不跟你争了 你到底想买什么牌子的相机 我们前面也说过 日本人的起源呢 现在的研究存在很多的争议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有一种是叫本源说 什么意思 就是说日本的大和民族 就是日本的原住民 那还有对话里说到的什么 是云南过去的 对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 大陆源说法 对 大陆源说法 总之呢 我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听有人说过 我们这是日本的源头 是祖先啊 所以也就证明了一点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是有很多的误区 还有很多的争议的 对 其实日本民族 也是各个地方的移民 对 那当然也欢迎我们日本的朋友 或者你对这方面呢 很有兴趣的朋友 到chinesepod.com 来跟我们分享 交流你的信息 对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儿 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았 这样 优优独播剧者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دا moye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